劍士器畫面中可以看到藍衣男子走進夾娃娃機店 東張西望 接著蹲下身想要竊取機台里的錢箱 只是挖了老半天都沒有成功 男子站起身低下頭 仿佛在思考著什麼 接著伸手拿了另一個機台上的獎品 拿下來把包裝拆得乾乾淨淨 垃圾也留在機台上 但就在準備離開之際 被正要出門上班的店家看到 直接報警處理 趕赴現場 發現一名男子行跡可疑 遂屈前盤查 後經店一家調閱監視器查證 發現該名男子竊取店家商品砂輪機一台 三十六歲男竊飯 向警方公稱 是因為肚子餓了一整天 身上又沒錢 才會心生歹念 事發在三號晚上十一點多 男子經到花蓮市國聯三路上 一間夾娃娃機店 先想偷機台的錢 沒成功就把目標轉移到機台上方的 高價獎品 一台沙輪機 警方獲報到場將人逮捕 全案移送花蓮地檢偵辦 很多人 堅持leader I 我们下期再见